原标题戏那夸张节把跨年现场变个人演唱会 不怕其他明星尴尬吗 21岁的唐果少年后名号被探好是偶然吗 新剧江城市金市 文路地上的海粒子媒体报道 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第三季迎来最后一期蒙面盛典 猴名号化身的糖果少年和主唱担当彩虹妹妹 以及身高担当大象哥哥 组成了YSYS组合 并带来了组合的出道曲目 有一点动心 其干净清澈的声音 让人心动不止引发猜评团成员们的一致好评 在之后的个人介绍环节中 猴名号称其为表演 舞蹈和乐器担当 并现场展示舞蹈技能一旦动感十足的舞蹈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引发台下观众振振尖叫除此之外 猜评团还通过和YSYS组合比赛 赢得糖果少年的两个线索 最终 大张伟猜到了他的真实身份 对这个娱乐圈的新人相信 很多人跟老海一样都还是比较陌生的 甚至在网上想查查他的资料都很是少得可怜 这也说明这位新人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成名 不过在网章过去的2018年 他倒是多少给观众留下了点印象 那就是在《人不彪悍往少年》中 饰演张艺少年发飙 由于演技还不错 而广受一些观众 喜爱老海看了看这部剧 对于新人的他来讲演的算是不错的啦 不过正如媒体所说的那样 他真正的实力 还是在唱功上 目前已经出了几个专辑反响 也还算不错 也许正是如此 才会在畅香云集的那档节目中 出场才会让大张伟猜中他的真实身份 可能新人就是这样 不是自身能力不够 而是缺少一些机会 一旦抓住机遇 一夜窗空的 也是有很多很多以往老海 并不是很喜欢小鲜肉 这可能也是之前有些小鲜肉 没有啥作品和一个个耍大牌的功夫 却一点不逊次 不过后 名号显然不是这样的 虽然也是小鲜肉 但自出道以来 似乎并没有刻意地做某些事 而是脚踏实地地唱歌演戏 照顾一点点尝试 如何突破自我 这也让他成为很多年轻小女孩 心中又一个男神 也许是因为他的演技不错 再或者是因为他俊俏的容貌 在2019年 他主演的那部《道物笔记》第二季 也将跟观众见面 要知道这部电视剧 可是见证了很多大咖的演技 也令很多人对这类剧很是喜欢 老海就是其中的一位 如今居然能作为主演出现在观众面前 想必一定是因为演技了得吧 老海在想也许这部剧 将成为后名号正式进入演艺圈的世金时 一起期待下吧